郵電局在24日下午在郵電局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 將於7月26日發行第二套以鏡海歸凡圖為題的新郵品 今次的發行包括一套四枚郵票和一枚小營章 在郵政總局、通訊博物館、水哈美郵政分局、港澳碼頭郵政分局 及澳門國際機場郵政分局發售 郵電局局長劉慧明表示適逢澳門回歸20週年 再次採用了陸希先生的鏡海歸凡圖為題 體現澳門的歷史發展 這裏也集入了在場畫裏和澳門息息相關的過去歷史、民風、人民生活的習慣 亦都很熟悉的 大家亦都很熟悉 如果大家可以細心看下的郵票 都記得以前的人奪婚、奉官、馬歸化 其實有部份現在都正在沿用 都是我們澳門人的一些集體會議 另外整套四枚郵票的售價為15元 年郵票首日封售價為21元 年小營章首日封售價為18元 年郵票資料單張售價為22元 及年小營章資料單張售價為19元 製作曲製作曲製作用 柳南約